在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留言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留言团我是安琪 自由歌道我是妍妍 天马行空我是安琪 早安 今天来到了11月17号早上8点02分 早安 其实在这个周末 应该不算这个周末啦 从上个星期这几天以来呢 就有巨星来马来西亚 是谁呢 当然有人说是周杰伦啦 那有人说是Dev Beckham 也是杰伦了 杰伦也来了 对来开演唱会 杰伦是另外的一个杰伦 哪个杰伦 还有哪个 这个杰伦是个笔名 是为我们烈火墨西公主翻译那本书的工作者 他的笔名叫杰伦 这个名字原来也是有点大众嘛 但是呢最主要呢 周杰伦来了两场的演唱会在马来西亚 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位国际巨星呢 就是Dev Beckham了 他来推荐一个叫做Hitch Club 那应该本身是一个法国的酒 Scottish的一个叫什么Whiskey 所以呢看到很多 也没有很多 只有几位马来西亚的人士 有幸可以跟他合照 然后他也在他的面子书呢 就上传了马来西亚的一些景点 包括那个双子星 Pint Tower 还有他去在新加坡 他现在已经去到新加坡 他那天还去Pavilion 我看到他有上传照片 然后相信很多人就觉得 可惜没有偶遇到她是吗 对啊 因为都不知道她在哪里 对就是后来在面子书才看到的 疯狂的追随着 疯狂的范子就趴在她的膝盖下面 我知道我都去了 对啊 然后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超帅的 就是他现在去到新加坡了 就在那个Marina Bay Sand的那个泳池 在那边就是 他拍了一张照片 对啊 所以让大家觉得很兴奋啊 我也可以从他拍照片呢 但是没有引起关注 这就是不同了 是的 我们看到的周末热闹室呢 再看看另外一个 也是非常热闹的了 就是在G20峰会上面呢 各个国家的领袖 相信也是非常热闹的 包括不同的领袖的一些小动作啊 包括了这个墨西哥的夫人呀 又去到这个Bar那边 引起了小骚动啊 那除了之外 当然也可以让大家聚焦的是美国还有俄罗斯的一些角力 当然因为大家会排挤俄罗斯啊 因为在这个乌克兰危机的事件上 让大家都觉得说要制裁俄罗斯 那当中呢 奥巴马也是下马威 就说了 他就说到美国还是依然是世界的老大啊 所以呢 也是在主导着制裁俄罗斯这件事情上面了 当然俄罗斯这方面也是不会给太多面子啊 听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排挤的原因了 所以就提早离开了 提早离开了 他手手白白再见了 他就飞上飞机就回家了 还有另外的一张图片就是 因为是美国嘛 还有澳大利亚 还有日本三个国家一起共同声明 共同声明什么呢 谴责俄罗斯破坏乌克兰的和平 也促勤寻找一个和平解决的争端 三个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俄罗斯的一个芭蕾舞的名剧 叫天鹅湖 在这个名剧当中 你看小天鹅 手是交错的 牵在一起 跳那个天鹅湖的舞蹈 很美丽的 那么现在有幸 奥巴马和这个 还有澳洲的总理 还有日本的安培 他们三个也是 要措手交错的 连在一起 好像在跳小天鹅的舞蹈 给普京看 但是普京这方面说 你们这三个人 两个白天鹅 一个黑天鹅 能够成什么气候呢 普京这方面 我心里 我毕竟天鹅湖还是在我们俄罗斯境内 我还是有掌控权的 然后但是 普京这方面 他也 心里是有点的 有什么点呢 就是我该做 我想做的 我做了 我想做的事 我想办到的事 我都做成了 现在目前 就问题是 奥巴马还有 或者是安培 这方面 你们想做的事 做成了吗 你们想达成的目的 达成了吗 似乎好像是没什么达成 所以在这方面普京也说 就让你们发发牢骚算了 发发牢骚过了之后 我该做什么事 还是做什么事 对 所以他就说 好了 既然你们发完牢骚了 那我就走了 他就成为呢 最早离开的 在这个G20里面 峰会的领袖了 不过呢 当然 这个大家是外面的揣测了 他就说 因为回俄罗斯的 航程太远 我需要争取多点时间 休息 所以我就先走一步了 但是大家都觉得 从当中的揣测呢 应该就是 在整个峰会上 感觉不太愉快 有一些僵硬啊 除此之外呢 除了表面功夫呢 就直接说 我要提早离开之外 同一时间呢 其实在美国方面呢 有四艘俄罗斯军舰 也悄悄地 接近了这个 欧洲以北的国际海域 那之前呢 就有一些声音出来了 就包括俄罗斯宣布 准备要出战略轰炸 这个美国后院支撑的 这个海域啊 有个名字叫后院 美国的后院 所以在那里进行一些 飞行啊 训练啊 等等的 那有人就认为呢 这个就是普京在展示 也是另外一种下马威了 那个奥巴马已经 落下一些话嘛 那么呢 现在呢 普京呢 也有一些动作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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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俄罗斯派战机 到美国后院去 那么俄罗斯呢 现在普京就用他两只大手 拨开了美国的两只眼睛 就是让你们瞧瞧 让你们看看 你看清楚了哈 我们俄罗斯还是在这里的 我们依然是很重要的 我们还是你设法要打交道的一个对象 呃 然后也小心西伯利亚的冷呼气 吹来 把你吹感冒了 所以如果你不注意我的话 就会把你吹感冒了 所以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哈 然后 这样的一个较量和较 不过呃 你看一方面 这个G20的会议 好像是 很平静 就过去了 因为呃 G20的会议是在 11月15号到 11月16号两天 也就这一周 上周的周六和周日这两天哈 很平静的过去了 那么现在俄罗斯普京就先走 先提前一步先走了 那么另外的一方面 还有一个冷脸 Cold Mountain哈 Cold Mountain的 安倍 安倍是另外 安倍应该是阳春三月的脸像 然后那个Cold Mountain呢 应该是习近平了 为什么这么冷脸 然后就我冷脸 他在这个会议上看着 他就会心想 你们这几个国家哈 从北京开完APEC会议之后 就到东盟 到东盟去就围剿中国哈 现在来周六周日就来到澳洲 澳洲呢 又开始集合在一起 在搞一些事情哈 呃 但是呢 习近平他这方面 他也有他的一个主张和主见 他这个主张呢 是呃 中方呃 想在就是中国 我想在2016年的时候 成为G20的主办国 呃 那么同时也是在2015年到2017年 成为三架马车中的一个成员 呃 他也说了哈 他说啊 他呃 就是和和各方应该团结在一起 把G20的机制维持好 建设好 发展好 其实他这样的一个话语哈 呃 看看看看着奥巴马这样子 这也有有部分的报道是这么说的哈 奥巴马是在北京受了很多的气 呃 为什么是在在北京受了很多的气呢 哈 呃 因为一开始哈 奥巴马就听着中国说 呃 中国这么说 我说要为亚太人民实现亚太梦想 这是奥巴马心里就会难受的咯登一下 然后听说中国要建海上丝绸之路 又咯登难受了一下心里啊 而说听着中国要走北京路线图建立亚太自由贸易期 这时心里又咯登了一下 其实现在奥巴马的心里应该是全被戈登给堵住了哈 呃 但是但是他离开的时候 记得当时北京是送送给每个国家的这些领导人们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是一个瓷器叫做四海生平 呃 相信奥巴马这时候离开北京之后 心里还在想着什么四海生平 还唐朝盛世呢 所以这几个哥他的这个仇 我应该奥巴马无论是在东盟这方面 无论是在G20这方面一定把这个仇给爆回来哈 这个爆回来怎么办呢 就是现在奥巴马说了 呃在亚洲在亚洲 我们还对于亚太地区具有主导权啊 这是给中国看了哈 你不是主导权我是主导权哈 因为亚洲我们需要部署更多的兵力在亚太地区 你包括亚洲现在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核问题 北北朝鲜的核问题 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南海争端问题 这都需要美国出马 为亚太人民带来和平 所以说哈 可以看到不同的 以同样的人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场合说着不一样子的话 是的 在主场的时候 还是得要给主人家一些面子吧 在中国的时候呢 就说啊 就让你有点面子 有点威风 离开你的地头的时候呢 就轮到我发言了 那当然还包括主权的部分呢 到底谁谁会有下一届 或者是下一届的主办权呢 我们知道在本来说是在下一届 就是在土耳其给主办的就是2015年了 那在2016年到底是谁呢 那大家之前一直在外界都有揣测 那因为这个都是这个澳洲的总理 阿伯特直接形容说 日本是澳洲在亚洲最好的朋友 所以在外界就揣测 这个G20峰会2016年 是不是给予日本主办了呢 但是后来却发现 似乎更多的国家 其实是倾向中国的 就是中国压倒 就把日本给压倒了 所以中国呢 将会主办2016年的G20峰会 那外界就揣测 为什么最后呢 是中国脱颖而出呢 那最主要的部分呢 大家是认为说 中国的经济有非常大的贡献 哎呀 还是谁有钱说了算是吧 钱 钱跟是最大的一个拳头 日本没有钱吗 有 但是比起中国的经济贡献的话 或许它有更大的一个市场 更大的一个潜力 更大的一个贡献了 在这个20G20的峰会上 似乎就是逊色了很多啊 因为你看大家 要一个就捧着脸 要一个就先走了 要几个人就在那跳芭蕾舞呢 所以这么一个场合 中间也不乏缺少一些 有趣的事情 就包括 包括安培习近平握手啊 交谈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安培他逼脚 他喜欢偶遇外交 偶遇外交 突然间我们在卫生间里见面 哎呀 幸好我们碰见了两个人在 同时在做着新陈代谢的工作啊 同时也在交谈着彼此的国内的事情啊 然后同时呢 呃 这这次也是有呃 有某些偶然的机会 习近平就与安培握手交谈了 我相信他们交谈也是很简单的哈 习近平问早餐吃好了没有 安培说啊 呃 呃 吃好了你呢 你吃好了吗 我也吃好了啊 那好 拜拜啊 那好 拜拜 呃 就很简单的一几句话哈 但是 但是这种呃 这种啊 外交上的外交上的事情还是令人感觉到很有趣味的 不过夫人们也是很有趣味的 在这二十的峰会上 夫人们也是很有趣味的 呃 你包括刚才我们说了哈 墨西哥的第一夫人啊 他原来他是他是他是一个选美出身的 呃 他也是个演员啊 他他他去了他去了呃澳大利亚之后呢 他直接就去酒吧去了哈 当时酒吧的服务人员就感觉啊 这这美丽的身材 真有美丽啊 这世界上无与伦美 无与伦比的美丽 奥巴马算什么 赶紧趴旁边站着去吧哈 呃 然后另外的一个我们看到一个我们的德国的这位 应该德国的总理哈 莫克尔 莫克尔呢 他也是去酒吧 但是也 他的身材或者是呃 他的表现应该是没有一个低分的经验 应该说他的魅力不在于他的外貌吧 在于他的智慧 是没错 呃 但另外一看 你看呃 这是 我们照片上有一个习近平的夫人哈 他抱着一个树熊啊 在那笑着 呃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 把这几个照片 把这几个角色给颠倒一下 就是这个莫克尔去抱树熊 呃 我相信这个莫克尔的身材和树熊的身材差不多的哈 然后让呃 让习 让习 习夫人去酒吧吗 对 让他去酒吧 呃 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效果 然后让他 让另外的一个选美出身的 这个第一夫人让他去呃 呃 也去抱树熊 然后也就会产生一个大跌眼镜的效果哈 然后但是中国人民会很伤心的 为什么我们的第一夫人去酒吧 泡酒吧去了 然后酒吧 这不 这不 我们中国文化五千年的传统啊 他这么优雅的一个身段 为什么去酒吧去了哈 酒吧也是可以非常优雅的 哈哈哈 因为也是人有呃抱张的形容 你也说非常 这个第一夫人也是非常优雅的光顾了当地的酒吧 但是可能跟我们不同的国家的文化的形象 跟一般的传统希望的 大家所呈现的一个行为 或者形象不太一样 所以可以看到不同的夫人 做的事情也代表着 不同的国家的一个软实力了 我们再看看 刚刚说到中国的这个习夫人 我们再看看中国的一些小事情 当中包括其实我们也知道 打贪在这方面呢 也是非常的严谨啊 所以呢刚刚就说到很多逃官 到底逃去哪里呢 目前为止啊 所看到的逃官呢 在中国来的中国呢 有一万八千名 而且很多都已经把他们的 这些资产都转到海外去了 当中呢到底什么国家 是最多中国贪官 会把钱带走的地方呢 当中呢包括了南非 或者是像是南欧的西班牙 或者是葡萄牙 这三个他们被称为新天地啊 是他们的天堂了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 现在不好混了 而且呢很容易被 就是可能被找麻烦了 而且呢可能也是在打贪方面 可能不小心中招了之后呢 哎就可能就回不了头了 所以呢都往这些国家 往纷纷的往外逃了 往外逃 之前我们看到他最最逃的 最往外逃的几个国家 一个是加拿大 还有美国 还有南非的一些国家 还有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曾经还有一些地方 包括加拿大的 有一些地方是贪污 红二代 应该不是红二代 整条街 宽二代一条街 是吗 宽二代贪污一条街 那些贪污的人都在那里住 确确实实现在 因为中国在进入深入改革 深入深取深水区改革 在深取区改革当中 每个人互相牵扯的利益都不一样 有的牵扯比较大 有的牵扯比较小 那么牵扯比较大的人呢 他们他们就是往外逃了 有一些我看到之前 有一些官员 他们在家里藏钱 他不再把钱藏在银行里 怕查出他的账户有很多钱 他就藏在家里 这个家里藏了多少呢 据估计还有六千多万人民币 就藏在家里 他也不怕小偷去偷去 如果我知道这个信息的话 变成小偷就把它偷出来了 这个藏这么多现金在家里 实在是 自己都可以开银行了 对啊 我看到感觉就是 他应该整个房间都是钞票吧 我想象那个画面 因为六千多万是非常庞大的一笔数目 而且呢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打探行为呢 很多开始不同的州 不同的应该叫县吧 对吧 不同的县市呢 都有很多的官员纷纷落马了 所以呢 看来打探这件事情呢 需要持续长期的努力才行了 天马行空冲击时事 每天早上八点一定收听榴莲台 我是基督青会长方家雄 铃铛铛头我先切 最高热我是爷爷 天马行空我是安琪 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台湾 台湾九和一大选啊 选情相当的紧张啊 那目前为止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各出七招 我们记得上一次可以跟大家提到 有一个候选人 他就当中呢脱光了 把衣服给脱光 把裤子给脱了 然后就说自己什么 是跟大家坦诚相见 这样各出七招 那我们现在看到 另外呢就打了另外一张牌 就是美女帅哥牌 就是各个的这个 他们本身呢 就会有团队嘛 团队呢 什么样的团队 就包括了是一群有大学生 还有一些青春少女 组成的小蜜蜂志工 他们会穿着这个蜜蜂装 就发放发送一些文宣 让大家觉得 哇眼前一亮啊 这么可爱的小蜜蜂 这样子 之前我们看坦诚相带 脱光了就是坦诚相带 我们现在看的是朦胧相带 朦胧胧胧的 有时候比脱光了更性感 他这个小蜜蜂 他他把这个名字叫做小蜜蜂 蹦蹦蹦 这是一个很应该是台湾的 一个儿童的歌曲啊 他这个原歌词是这么唱的 他说小蜜蜂 翁翁翁翁 飞到西来 飞到东 不怕雨来 不怕风 有恒一定会成功啊 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几个 就是这些 他们是一个志工团啊 他们扮成小蜜蜂的样子 就给路边的人发送这些文宣 呃就是宣传呃我们的政党的候选人怎么怎么样子 都好 呃然后呢 他就会给路人 然后把这个文宣递过去 你看看呦 支持我们的候选人呃 加油呃 我们一起加油哈 所以可以想象他们那个语气和表情 是这样的样子的 不过确确实是台湾的竞选 确实是百花齐放 百草争鸣的一个现象 是而且呢 有的就是 如果你走在台北的街上啊 我那几天在在走台北的街 然后就看到 可能因为不少 就是台湾可能都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会有一部车 然后那个车呢 就载着一个广告牌这样子 然后就是说 这是谁第几号候选人 然后他们就有了这个扩音器 然后就会不断的播播放 就说请支持谁谁谁 我是候选人 第一票 什么名字 什么名字这样 不断的重复播 重复播这样子 一路在路上的时候呢 还会放那个鞭炮 引起大家关注 各种各样的手法都有啊 是啊 昨天我看到一个 有几个16岁以下的中学生 中学生他们组织了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呢 他们也想去参加候选人的一个选举的投票的权利 他们在争取什么呢 他们在争取 现在不台湾 就是他有一个官方的规定吗 说只有你到20岁以上 你才有参加投票选举的资格 但是现在这些学生们 中学生们 他们就建议们 建议说能不能把这个年龄调掉 调到18岁 18周岁 因为18周岁大家都成年了嘛 成年之后 大家就知道自己该投哪一位候选人了 有这种理智可以做出选举了 但是同时会想起来 因为我们之前也看过香港占中 香港占中也是学生运动 之前有台湾的议会的这种 亲入立法院的这种学生的运动 然后我们大马也有学生运动 然后之前我们也采访过几个大马 马大的这个学生会的一些学生的代表 然后看看他们的想法和意见 但是总体来说 我记得当时那期节目之后 威尔威尔就给我说 哎呀没想到真的年轻人和成年人差距真的很大 我也记得 对成年人的确实考虑的问题比较成熟 年轻人哎呀确确实实骨子里或者血液里 迸发着迸发着青春青春的朝气 而且还是激情澎湃的朝气 这种激情澎湃的朝气 如果迸发的太高了的话 他就缺乏了理性 所以如果是如果把他调到18周岁 是不是他对于台湾的选举是好事 还是不是好事 可以感觉到说 他是有一定的一些危险性 潜在的一些热血 当尤其年轻人血气方刚的时候 很容易被利用或者很容易被操弄 所以很多时候当然他的年龄限定 有他一定的一些根据 或者是他们的一个考量点 不过呢确实了 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在台湾 算是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些选举了 包括各个的候选人 包括就连这个马英九啊 这个国民党的主席 也到各个这个县市那边 最后做一个很最后的冲刺 包括了还有一天呢 就可以赶19场啊 算是超级的周末应该是两天 星期六星期日呢 就连赶14场的活动 要去见不同的县市的人士啊 要走打一些亲民牌啊等等的 看来确实真的不简单啊 是要打14场选战啊 然后7天的 一共是14场 一共是7天的时间 一天 一天他说是七场了 他说马英九说两天嘛 一共有14场行程 一天去体操了 他应该是从这个场子 赶紧赶过去 哎大家好 我是马英九 这是我们的候选人某某某 然后赶紧下台 又赶到另外的一个场子 然后再上去 大家好 我是马英九 这是我们的候选人 然后再下场 然后再赶到下一个场子去 到最后的一个场子 是第七场已经累趴下了 我感觉他 这样子好像是那种快闪行动 有没有 去到那边亮晨 超级周末嘛 超级就应该有超级的富尔纯存在 但可能有的时候 这样的做法 是不是跟年轻人的创意啊 会不会输给年轻人了 像刚才说的 这种小蜜蜂嗡嗡嗡嗡的 一些手法 可以说百伐齐放 不同的创意出现了 那说到创意这方面呢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 算是我们国家 另外我们的邻居了 好 我们之前应该是上个星期 就有一个排行榜啊 是有这个全全球性的私人语言机构 所颁发的一个全球英语能力指数 就计算了63个非英语系国家的成人英语水平 那我们再看看啊 目前为止呢 在新加坡排名呢 是全全球第一个在亚洲排的第二名了 就是说之前新加坡一般都是排全球第一嘛 但是呢 诶 没想到结果 马来西亚排第一了 冷蒙的排上第一了 结果新加坡排第二 然后呢 大家看到这样子的排行榜的时候 说怎么可能 马来西亚的英语水平 怎么可能会高过新加坡呢 马来西亚人自己都不相信啊 何况新加坡 新加坡也在学讲这些说 不可能 怎么可能 马来西亚会赢过新加坡呢 这件事情 我要劝请我们马来西亚人 呃 有一句话我们应该记得 是朱碧琳先生 喜剧与大星 朱碧琳先生说的一句话 Charlie Chopping 对 他说的一句话 呃 你需要 你不得不相信你自己 因为相信是成功的秘诀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相信自己 呢 我们英语就是第一位的嘛 然后新加坡就是第二位的嘛 我们相信我们英文是 亚全亚洲是最好的 那么我们才有可能成功嘛 然后到2020年成为先进国的行列嘛 然后这样子的话 这一行的听着很不舒服啊 哈哈哈哈 他说不要再自我安慰了 这个应该是说被收买了 这排行榜是不是被收买了 才会让 马来西亚竟然排在第一 然后呢 新加坡排在第二 然后是大家可能 当然有一些不同的分析啦 说当然可能大马的整体的英文水平 并不是那么高 可能又或者 因为这个本身的排行榜呢 有要看说 它的评分是怎么样 以做 怎么样的作为一个标准 当然可能可以从人口方面 人口方面 可能呃 占了蛮多的 一群人 可能说他们本身是来自私立学校的 可能私立大学的 或者是国际大学的 那可能呢 就一群是英语能力非常棒的一群人士 但是如果你要放在普遍性的话呢 可能可能在 呃 新加坡普遍性会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选择某一些群体的话 诶 可能马来西亚呢 那一个群体还是有的 还是有一些英语能力非常强的人是存在的 嗯 他这就是呃 巧言善辩嘛 然后大家选择的人不也不都是 各个字抽出来的人吗 新加坡抽出一些人 马来西亚抽出一些人 他也没有特定说 我马来西亚就抽出一些英文比较好的 我新加坡就抽出一些英文比较坏了 是吗 它是一个很平均的一个数目在抽出来的 结果这个显现出来就是 我们去年和今年都是超过新加坡 在英文教学方面 呃 应该算是英语的能力方面 教学方面不敢确定 但是英语能力方面 当然要看各个的生活环境 当然也看他的抽样 他是怎么抽取这些样本的 以哪一些人是作为标准呢 他可能没有去到一些乡区 或者是没有去到一些 哎呦对不起 说这个又别人骂了 说没有去到某一些 某一些独钟啊 或者是某一些 呃可能英语水平不太好 或者是每一 某一些国中啊 都有一些 英文比较差的一些朋友 当然这个呃 大家看看就好 爽过就好 还是回归到刚才 言言说的 相信啊 就可以来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 大家一起把英文学得更好吧 好 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 刚刚就说到了创意 嗯 不同的活动 大家都希望鼓励不同的更多人 是一起来参加 包括来做行善的事情 救人的事情 比如说捐血活动 捐血活动 那在古静沙拉越这方面呢 哎 有一个活动 就是怎么样来鼓励更多人捐血呢 叫捐血达人计划 他们呢 捐血还有达人 对 叫捐血达人计划 想说 要如何能够让更多人来呢 就是他们要打造一个 算是金牌啊 以24K存金打造的 然后鼓励那些 呃 捐50品托以上的 血液的人士 就可以呢 把这个金牌 颁发给他说 感谢他 做出的这样子 心善工作 来鼓励更多民众 有这个捐血意识 哎 但是呢 有些人认为 这样子是不是 是不是 有点像变相的卖血 会 会有 会不会因为就是 为了要做金牌 对 就叫我们 纯金24K 有吸引你吗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 24K金牌 可是我怕我虚拖 如果 50品托以上 我不知道会不会我自己 一次过来会不会虚拖 自己先挂 对 当然这个要看 每个人身体的体质 那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适合捐血的 包括你的体重 你当天睡眠时间 你的身体状况 你是否动过手术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闻过身 啊 闻身 这 有没有去做一些 就是牙科的方面的一些 呃 治疗 呃 是不是有吃什么药品 等等这些都 条例都必须要符合 才能够捐血啦 所以拿这个金牌 为什么拿金牌呢 为什么拿金牌 招捐血的人呢 因为 人没有自愿性吗 我自愿 我没有 我不是为了那个金牌 去捐血 我就是自愿的 我为了比较说 有一个人在身患重病的时候 他缺少 A B 刑血 我正好是A B 刑血 那我就捐出去了 能够整理 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其实就是因为 一直以来 捐血运动都是 自愿性的 所以可能 这个古静的这个 他就发挥了他的创意 他们的红星 乐会 古静分会 他是打算拿 金牌作为奖励 这样子才 就是认可 这些捐血人士 对社会的一些贡献 那是不是就 这就片面的展示了说 有很多人不愿意去捐血 所以他不得不 拿一些金钱的诱惑 又赢去捐血 我想应该不是不愿意了 而是没有意识 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就是打个比方 就是可能今天我生活 平时我不会想到说 我要去捐血这件事情 如果你身边朋友 像一下除非你知道说 有时候你送到一些简讯 或者是身边的朋友的朋友 打电话说 我的谁是谁 入院了 需要血 你能不能捐 其实很多人是愿意捐的 其实日常生活 就是你不会想到 是吗 你一看肯定是 很多人很多人都愿意 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 他们都很愿意 就是可以帮助的 他们都愿意 但是很多时候 没有这样子的行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或者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提醒 所以变成大家也不会 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对没有主动 所以希望来一个金牌 所以金牌 金光三转 就能够提起人们的意识了 当然有两种啊 我觉得第一呢 是可能是一种提醒 当你有提醒的时候 大家就会 哦好吧 好吧就去做吧 那第二呢 是因为当然也是另外一种虚荣心 包括最近我在想说 这个 冲着金牌而去 我在想这个金牌 太实在了 因为这个马拉松 你会发现到 最近非常活 大家一直在跑 一直在跑马拉松 对为什么呢 之后呢 就会秀那个 在面图上 就会po那个马拉松的金牌 然后我在想说 这个是大家 一种自我的成就感 你觉得说 哎 我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我有这个金牌 以鼓励 或者以证实了自己的存在感 你看我达到了这个成就 所以可能金牌这方面 也做起了另外一个作用 可能他捐了过后 就可以po上面子 说啊 就一种自我实现的存在感吧 对 我建议所有的 我们所有的公司们啊 公司的领导们 公司的这个 boss们啊 都以这个为借鉴 如果你的员工做的比较好了 你就也是一块金牌 来 有音牌 有金牌 有铜牌 的 然后表现那个最好的 就发给他金牌 表现一个最差的 就发给他铜牌 最差的铜牌 所以希望加码听到这一段哦 我觉得不要 不要给我24k 只给我现金 我会比较实在 我们都是属于实在的 所以大家还是很现实的 为了金牌 为了什么什么 什么要做了一些 什么什么东西 对 不过呢 看来这个 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提升 他的捐血意识啦 希望呢 其实我们平时的时候 会有一些流动的 你可以上我们国家银行的 这个捐血的一个网站 并且呢 你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他们会办流动性的 这个捐血站 再不然呢 如果你不知道哪里可以去 这个流动站的话 其实马来西亚有一个叫 Blood Bank 就是学业银行吧 他们那边呢 就是每天都有在 应该是平时工作天都有在开 就是在 也就是叫营业嘛 就有开门了 随时你要捐血呢 都可以去了 佛教除了关心生命的问题 佛教一样关心社会 关心政治 关心环境 你好 我是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 总会长吴清松 你现在收听的是流年台 流年fm.com 流年铃铛头 我是安琪 最高教 我是妍妍 天马行空 我是安琪 是的 我们再回头来呢 继续关注一下 MH17的消息 因为呢 俄罗斯的第一个频道 电视呢 就发布了 说他们掌控了 MH17 遇难客机 最后飞行的卫星图像 但是呢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当然很多人会抱持着 不一样态度了 包括我国的交通部 副部长呢 纳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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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都 阿斯斯 他本身呢 就在记者会上面呢 就说了 目前为止呢 这个卫星的图像 其实是还未经过证实 即使俄罗斯这方面 他们的电视台有报道 但是呢 在有关方面 其实也还没有经过 最后他们本身的证实 所以呢 这个也还不能肯定了 而且呢 其实当然我们再说 这个图像里面呢 是显示一枚的导弹 快速的击落一个民航客机 那当时呢 根据这个报道啊 是说这个卫星图像 是来自英国 或者是美国的卫星 但是这样子的说法 也会受到一些驳斥 或者是认为是造假的一个图片了 包括来自是乌克兰 那只要呢 这个卫星图片 发放出去了之后 有人就把矛头指向了 乌克兰的战机做的事情 但是呢 乌克兰 国防的安全委员会就认为说 这个照片其实是造假的 他说是 为了要哪来对抗 或者是哪来指控乌克兰 而做出的一个 假的卫星图片 听我这么说完之后 我是云里雾里的 我不知道他们之间 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你看英国 美国 这个图片又是英国 美国造的 但同时呢 因为乌克兰 他当局是比较倾向欧美方面的 那么欧美理所应当应该是支持乌克兰当局这方面的 但是这个卫星图片又是俄罗斯这方面造出来的吗 俄罗斯为了污蔑乌克兰军方吗 还是乌克兰这方面制造了这个图片要诬陷俄罗斯这方面吗 我是听得云里雾里的 是的 当然不过说这个卫星图是来自英国或者是美国卫星呢 是俄罗斯的所说法了 那可能是要为自己要洗脱一些嫌疑 所以说这个图片呢 是来自美国或者是英国的卫星了 然后呢 显示了这个导弹机像这个客机 看起来呢 应该就是这乌克兰的这个发射的了 所以乌克兰就说这是造假的 但马来西亚方面呢 当然就保持先看观望的态度 而且呢 也还没有证实这个卫星图片是不是真的 所以大家呢 也是还在一个物理看话的状况了 但是目前为止呢 我们记得之前呢 在APE上面 我国的首相呢 就跟这个俄罗斯普京 这方面有达成了一些共识 就是说要进行调查 也要回到现场 目前为止呢 我们看到 再一次的在现场 调查人员呢 可以回到去案发现场呢 取走了一些MH17的一些残骸 那必须 并且呢 继续做一些 更深入的一些调查跟监督的工作了 嗯 之前我们荷兰的首相也来到大马 然后要跟大马这方面 两个国家一起沟通一下 究竟我们后续的工作应该如何展开 包括大家也一致同意 应该用刑事啊 刑事的手段或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找出最后的凶手 但是刚才我们也听到一个图片啊 这个图片不是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请有关方面 包括大马方面也包括荷兰方面的有关的鉴定专家 可以进行鉴定一下 如果是真的是真的证据的话 不妨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证据 如果是假冒的呢 呃 那也可以找出谁假冒了这个事情啊 就是电视台了 哈哈 是啊 我们但是目前为止看到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调查员员确实比较辛苦啊 他们就到了现场呢 搬运一起把一些残台 然后呢 并且也是有跨国一起在努力了 尤其是来自一些荷兰的调查人员 还有一些欧洲安全以及合作组织的一些官员们呢 他们都在进行这个调查这空难的原因 所以我们也期待这些人士能够透过他们的专业 尽快的把整个真相给还原 也可以把这个公平公益呢 还给这些罹难的人士了 好 我们先开始下一个新闻 让大家振作起来 不要在背头当中 不要在消沉下去 是 我们也要向另外一些人事宣传 包括了像这些极端主义 包括像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可能一些恐怖分子 但是呢 马来西亚我们也是要一些 中庸人士振作起来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马来西亚里面有很多的 可能比较极端的一些人士 常常都会发言 然后说一些比较极端的话语 我们叫做博宣传啊 博版面啊 就好像在娱乐界一样 也要做一些比较夸张的事情才能上版面 那其实呢 马来西亚也是有很多 是非常中庸非常开明的人士 但是呢 都保持着沉默 因为很中庸的话 通常性格也是比较 比较比较稳重一些 也不太喜欢太多吵吵闹闹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首相署的部长 当然私里 左秘古鲁呢 他就说 应该在这个时候 让这些中庸人士呢 要开声 要说话 要站出来 向这些极端主义的人士宣战 来避免极端主义摧毁我国 半个世纪以来的成就 我现在听着这样子的声音都感觉有气无力的 天天会这么说 但是依然有一些种族的话语会出现 虽然你这方面 假如说就是同一个人了 这个人呢 前两天还说着一些种族上的话语 那么后两天就在官方媒体上就公布了一些 我们要提倡中庸 我们要有中庸的路线 所以我现在应该建议国家成立一个精神病 精神病矛盾中心 就是为了治疗这些 就是矛盾的人 思维不止混乱的人 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思维的 我也很难闷 需要有一些专门的医生给他们治治病了 那么今天我们看一下纳吉 纳吉他也提倡中庸 采取中庸的路线 最近纳吉是在沙巴 沙巴有个庆祝活动吧 他在这个庆祝活动当中呢 他就说了一些话 他说华社所要求的华文教育和文化 都是巫统的先贤们所给予的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开明的国家里面 如果你到附近的哪一个国家去看看 那里有没有华文教育 根本就没有 只有马来西亚有华文教育 否则如果是我们今天不提倡华文教育的话 我们今天的资民党的主席张志刚 他的名字 他就不叫张志刚了 那他叫什么呢 他们叫他叫伊布拉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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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姆 像是印尼的这个样子的名字 华人都没有华人的名字 像是印尼的名字一样子了 这样子的一个提法 我相信他是回应另外的一方面的声音 另外一方面的声音就是说 现在不要召开巫统大会了吗 巫统大会当中呢 有人要提议讨论华小存亡的问题吗 现在纳吉就给出了一个声音 就是说我们国家是需要华文教育的 这是重申了一遍 纳吉他是中庸路线 走中庸路线的人 应该让纳吉当这个神经矛盾医学院的院长 教教这些部长们怎样去整理自己的思维矛盾 是就不要一方面说着两方面不同的话 但是其实这个也难免呢 感觉上纳吉说这番话是要灭灭火了 因为你看刚才说到这个巫统大会的事情啊 所以引起了很多的一些声浪或者风波 让大家说啊怎么可以讨论这个贺题啊什么的 他说好了我来灭灭火 让大家知道啊不用担心我们走的是中庸路线 中庸路线呢会让华教继续在在马来西亚生根 成长虽然可能不会茁壮啊但是至少会维持现状 好那么呢其实就再看看这样子的一个呃声音能不能够平息呢 当然也要靠说在一些啊我们本身如果没有没有一个假想敌 自己是不是也会持续内乱呢 这个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啊放下大家的这个心理里面的一些自己利益权利等等了 不要呢呃不是结果不是被国阵给给搞垮 是被自己人搞垮呢这个就是太太太太不值得的一件事情了 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呃我们本身经济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措施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石油今天有各个的我们在这个国家的预算案出炉了之后 当然我们知道最近那个石油也涨价了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呃津贴会是最理想的之前有听到说不同的车辆啊可能会根据呃收入 根据收入或者是根据你的车是什么车豪华车还是普通车来决定这个津贴的多寡 或者是发放一次性的津贴每个人呢就可能只有一个三百块 然后你就看你怎么用只要是你花超过三百块的话那你就要自行付 各种各样的建议跟措施呢都有听到了 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呃最好最好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我们再看看呃有这个哈欣欧曼啊他本身呢是马来西亚石油商工会PDAM的主席他他他他本身呢就有的意见是呢呃如果说能够说一个人一辆车的津贴是最呃是其中一个他提议的方式了 嗯不知道一开始因为呃关于这个石油津贴的事情包括我们明年要推行的一个新的措施呃这个新的措施呃就是新的 新的重组津贴计划新的重组津贴计划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如果是国家真的实施这种就是依照个人的收入来匹配津贴的话呃如果在在座的各位统一这样子的一个意见吗 他会给个人带来一些怎样的形象嗯我觉得还是会有不准确的时候我是觉得有不公平的时候 怎样呃我觉得如果说我我倒是比较同意说它是一个用量的津贴比如说呃不管你今天是富人或者是穷人反正你用的越多那你就付多一点那你用的少那就很自然的你就可能津贴就比打个比方哈呃就刚才说的三百块每个人都平均三百块的津贴那如果你本身可能你是豪华车的 那你可能一个月的呃这个这个汽油你要用到四五百块那你另外的两百块就自己付咯那如果你今天是用的少的那你就可能哎三百块你都完全cover掉你的这个石油钱你根本不用付一一一毛钱但是但是他也不公平呃然后有一部分他付人呃他确实付呃但是如果你还是给他三百块的时候他是不是有点就偏他了 然后有一部分求人你部分有有贫穷的人贫穷的人他如果说是呃他这三百块钱然后超过了之后他依然是贫穷的他依然得付更多的一些补贴这方面的津贴呃所以好像似乎不是很公平的一个措施我觉得呃可能公平在说看你是站在哪一方面呢比如说我站在有钱人觉得说我是有钱但是我是靠我自己努力呀所以我要用的多我就给的多咯但如果说你今天是穷的 那你就不要用这么多啊那个是但我已经给你钱了对穷人的定义对你就你就骑摩托车那你就你就花在那个呃今天方面里面的那笔钱这样也就是这样的语气或这样的方式不是很公平也不是很合理让让穷人听了心里是酸酸的不是很舒服就觉得就说你们富人凭什么高高在上海我们穷人我们穷就没有没有没有尊严没有不能够得到国家的补助了吗 有我依然给补助就说一样的补助 为什么我们穷人如果说我们穷人我们为了生活我努力我得用车啊我用车我得用油啊我用油我得用那你就骑摩托车啊每个人要依据自己的能力对我也骑摩托车但是我骑摩托车我也需要很多油啊如果是我天天跑天天跑天天跑的话那我也用很多的油啊这些很多的油为什么今天今天我就没有津贴了呢其实如果你坐摩托车的话你知道摩托车的油其实真的不多如果比较车辆的话 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的问题就很在于当然你说的是可能是极度穷的那种如果是极度穷的话可能连摩托车也买不起了就搭公车了所以就看你说是哪一个阶层如果你今天买到起一辆车的话你会穷到哪里去我们我们现在谈这个国家国家的事情这个事情对我就说在看每你要说的穷人说你要说的是哪一个阶层的穷人去了如果说你说到如果说真的是极穷的话可能他连车都买不起可能我们可以实施另外一种可能就公共 交通津贴也说不定那如果你今天说的是摩托车可能是摩托车的津贴也说不定你说汽车可能是汽车的津贴也说不定也可以用不同的分法或者另外的一种考量就是国家的这种政策是不是让很多人感觉到自尊下去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很虚荣的感觉下去了就是本来假如说本来我去本来说我去打油哈我不想承认我的工资很低然后但是我又如果工资低我肯定需要津贴 如果是工资高的话我就不需要津贴了那个这样就明显的让别人看到你是工资很低的你工资很低你当然需要国家的补助如果你工资高你根本就不需要这部分的津贴所以这一部分是不是也造成了有些人面子上过不去了那我觉得就不要又立排房又要去嫖妓了你自己今天你要拿津贴的话你就得认了你就是钱少嘛你为什么还要面子然后又要拿津贴如果你要面子的话那你就就不要拿津贴了就就是 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完美的跟事情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子啊是啊所以刚才安琪说了还有什么不公哪方面的不公呢你说可能会不准确啦就是有时候报税都会报少对不对所以一样的薪水那大家就写少一点咯还是怎么样就是就是还是会有不准确然后可能有时候收入第二人反而中中止止的对不对 他们就拿取的更少的那个津贴但是可能有钱人他们可以干的是很多啊他们可以走法律的漏洞还有很多一大群精英帮他们的所以还是会有不公平的现象我觉得嗯哦不同的人不同的声音通过我们三个人的嘴都说出来了哈这就是不同的声音了是而且呢可以看到其实确实这个措施是非常 很难下决定应该怎么归类的你看我们刚刚去说到这位呃主席他就说了一个一个例子你看他说如果说车主的收入跟所驾的车子类型都是两个相连的考量那如果说一位农夫驾的汽车是Mercedes又或者一名老板他拥有数量的车子其中一辆是Protron那你觉得谁应该拥有更多就是应该拥有津贴你看这些都是很多很多案例的问题到底要怎么实施不能说啊这个是有钱人所以他就要付多或者他 他加了是Mercedes就应该付多就是他有很多其他的考量点才能实施一个比较呃完善我觉得当然怎么分都好我知道到最后呢还是会有人不满的总有一群人是不满意的呃但是呢有些措施还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还是必须进行调整但是如何调整呢我相信是非常需要很多专家很头痛的事情的最后呢还是会有人不满意的啦所以呢呃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必须 以大部分人的利益为考量的这个决策了听听人民的声音嗯听听我们三个人的声音哈哈哈哈下一个声音听哪一个呢嗯是了我们再看看我们来听听雪州人民的声音那我们再看到呢呃目前为止当然我们这跟着一下待会儿的课题有关了哈包括了就是这个圣经风波的事情终于有一段的落幕的事情已经把圣经给归还了但是呢目前为止当然不要忘记了还有一个条例就是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呢 这个圣经这个马来不文版的圣经不得在雪州的境内传阅这个条件好我们回过头来呢再跟大家继续谈论这个课题了